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月季跟蔷薇的区别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花油 种的价格苗 总是担心 这根笋是不是蔷薇 那么蔷薇到底怎么分辨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棵它就是长蔷薇的 我们能看出来 它们两者主要的区别 第一个蔷薇长得一般比较粗壮 而且叶片是绿油油的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 它那个杆子上是没有刺的 多数蔷薇是没有刺的 还有它这个小叶子的数量 一般蔷薇是9个小叶子 那么月季大多多都是更少一点 当然个别也会有9个 但是我们来看 蔷薇的这个叶柄上有毛 而我们月季的多数是没有毛的 另外月季在春天的时候长长 上面肯定会出花苞的 而蔷薇一般不会出花苞 记得出花苞 蔷薇花苞是一串的小小的花 这个都是能识别的 那么我们发现了蔷薇怎么办 我们给它从根下掰掉 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不影响月季生长 那么白色嫁接苗出蔷薇芽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几乎所有的嫁接苗 它都会有一定概率的 但是这个就是取决于 那个嫁接之前 这个芽点处理的情况 你看像我们这一块地里面 基本上我们目测范围 这一千多棵里面 就找到了这么一棵 这概率是非常低的 还有一个这个出芽 是跟蔷薇有关的 那么不同的品种的蔷薇 它出芽的概率是不同的 那么像我们自育的 跟接的蔷薇品种 它出芽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我是天狼 我们下次再来说乐迹 我下次再见 planning 大 我们 otra 稍物 柠も 一 透